《纽约时报》引述多名不具名的知情人士说 斯隆普政府正考虑全面禁止中共党员和他们的家人进入美国 他们表示,这份仍在起草中的总统公告可能还会授权美国政府 撤向目前身在美国的中共党员及其家属的签证,导致他们被驱逐出境 另外,这项草拟中的公告还试图限制中国解放军成员和国企高管前往美国 但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本身就是党员 知情人士指出,这项计划的细节上带敲定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可能最终拒绝这项计划 但消息一出,这项拟定计划的适用范围还是令不少人颇为惊讶 中国共产党有9200万名党员 《纽约时报》还引出一项政府内部的估计说 如果把他们的家人也算进来的话 这项禁令可能会把高达2.7亿人拒之门外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周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如果这台消息属实,这实在有损美国形象 如果这样的话是属实的话,我觉得是非常令人可悲的 美国作为最强大的国家,它还剩下什么 它想给世界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我们希望美国不要再做这种有违 不尊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也无助于维护它自身大国形象 幸运和地位的事情 本台周四致函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求证此事 其实记者发稿时,尚未受到回复 网络信息显示,目前在美国非移民签证申请过程中 并没有询问申请人的党员身份 因此美国政府对大多数赴美旅行的中国人 是否是中共党员一无所知 正因如此,在现有条件下 当局很难立即识别出特定中国公民的党员身份 以阻止他们入境或驱逐已在美国的中共党员 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归德认为 考虑到中共党员及其家属的庞大规模 他相信即便华盛顿最终决定 限制中共党员入境 其使用范围很可能会大幅收缩 我想的话,这个真正落实到实施上 基本上不会对一般的中国的底层的老百姓 有些加入过中共党为了自己的工作 为了自己的生活 而主要深度的是有头有脸的中国的官员 据悉,这下总统公告将引用移民与国籍法中的相关法规 副与总统离时禁止被认为有损美国利益的外国公民赴美旅行的权利 这下法规曾在2017年用于美国针对一些穆斯林国家的旅行禁令 包括伊朗、叙利亚和利比亚等国 有舆论认为,如果美国政府最终决定大面积限制中共党员访美 像或是自2018年美中贸易战以来,美国对华采取的最大规模的反制行动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美中关系的专家和学者认为 两国已经陷入了一场新冷战 而这场较量已经超越了经济、科技、军事等领域 而上升到了意识形态层面 如果美国选择把一些中共党员挡在门外 显然会加剧这样的冷战气氛 北京独立媒体人高瑜表示 他家祖孙三代只有他和他的儿子不是中共党员 而他身边的朋友几乎全是党员 他指出,近几十年来 不少中国人加入共产党很大程度上是身不由己的 因此制裁整个群体未免有些偏执 事实上,美国近期已经开始对部分中国公民 实行签证限制了 包括参与镇压新加木斯林的中国高官 在美工作的中国记者 以及华为等侵犯人权的中国科技公司的部分员工 此外,美国政府还计划对参与打压香港的中国官员 进行签证和经济制裁 值得注意的是 中共党刊《求是》杂志周三发表了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题为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的文章 盘点了他执政多年来就党领导一切发表的讲话内容 强调必须坚持党和领导 陈库德表示 中国近期内外交困 中共宣传口此时发表习近平的讲话节选 是为了巩固党的政治地位 共产党执政 现在它已经造成了人类社会的这么大的灾难 包括大瘟疫和香港问题 也就是我说的非共化是有关系的 所以说他现在要来讲共产党怎么重要 表明了中共已经意识到这个潮流已经是非常重大 势不可大 有分析指出 如果美国禁止大批中共党员入境 北京当局很可能会限制美国人进入或留在中国 基于二日电台记者夏奥和声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在美国国务院召开的 记者会上针对中国通讯设备华为公司表示 美国将对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科技公司的员工实施签证限制 这些公司为在全球范围内从事人权侵犯行为的政权提供支援 不过蓬佩奥并没有提到具体细节 蓬佩奥还赞赏了英国禁止华为参与该国5G网络建设 并在2027年全部撤换已经安装的华为设备的决定 他还否认相关决定是源于美国对华为的制裁 表示这是关乎资讯保护 我相信英国的安全部门与美国方面得出的结论一样 这些经过华为网络的信息最后很可能会落入中国官方手中 所以英国这样做是处于正当理由 那就是维护英国民众的自由 美国多次指控华为设备存在安全风险 特别中国政府用于从事间谍活动 华为则多次强调该公司为独立经营 否认受控于中国政府 出于安全考虑 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捷克陆续对华为搬禁令 不过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则一直对华为持暧昧态度 法国方面甚至在今年早些时候发话说 不会受美国施加的压力影响 而将华为排除在该国5G网络供应商外 对此美国德克萨斯州圣涛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中心教授 魏耀元分析说 至于其他欧盟国家 因为他们与中国之间过度复杂的投资与贸易连结 目前跟进英国美的可能性不高 这可以从这些欧盟国家对武汉疫情的态度 就可以关其一二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叶说 欧洲国家正试图在对华政策中找到平衡点 在中国跟美国两个巨人之间 从此之间保持某种平衡 新冠状疫情应该说把欧洲推到了越来越跟美国协调方面 但是美国因为它最大的障碍就在于国际战略上退群派 那么我认为这种协调走进还没有完全实现 我不认为欧洲大陆国家会完全的选边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 做出一系列对华强硬表态 他提到自己曾亲自劝说其盟国不要使用华为的设备 还对外宣布签署了香港自治法案 以制裁协助中共在香港实施国安法的中国官员和公司 同时签署了行政命令 结束美国给予香港的优惠地位 特朗普还说目前自己没有计划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交谈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7月15日回应说 禁用华为的决定是高度政治化的操弄 强调美方阻挠实施香港国安法的图谋永远不可能得逞 最近一段时间美中两国不断就各议题祭出制裁措施 例如从对双方媒体的签证限制 美国的对港出口管制再到相互制裁官员 有评论指美国的惩罚措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行为 另外外界也担心美中关系会在越发激烈的交工下急剧恶化 医疗员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说 美中关系在过去30年间的变化 已经因为相互误判以及中方与美方 找不到最大公约数的交集点 渐渐演变成大国冲突的窘境 目前中国因为习近平所炒作出高涨的民族主义 自然不可能对美国低头 而美国也因为疫情的关系 川普政府必须要找到究责的出口 也不能放弃对这种强硬的态度 所以说两国之间的关系非常可能会继续恶化 对彼此采取不间断的制裁措施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7月15日被问到相关问题时说 从中国的强烈回应可以看出 美国的行动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他还补充说 华盛顿方面一直与中国保持各个层面的对话和交流 但话锋一转指出这些对话的性质已发生巨大改变 因为美国不能将国家安全和民众自由置于危险之中 他还指出中国的扩张主义 帝国主义和威权主义行径危及自由和民主价值 他表示 如果中国将香港变为一国一制 美国也会视香港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城市 他还重申南海不是中国的海上帝国 自由世界不应容忍中国的霸权行为 美国将支持东盟通过国际法解决南海争议 紫外周天的记者韩杰 华盛顿采访报道 各位听众你们好 我是王丹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美国在对华政策上发布了一系列的新政策 其覆盖范围之广 其政策发布之密集都是前所未见的 在对台湾的支持方面 美国国务院日前宣布 正式批准受台爱国者三型飞弹 年售案总额为6.2亿美元 这是美国总统川普上任后 第七次批准对台军收 在国际合作上 最近英国改变了过去的态度 其数位文化媒体及体育大神陶敦宣布 基于国家安全考量 英国电信商在今年12月31日后 就不能再采购华为5G设备 严重的华为5G设备 也要在2027年前陈述一处 这个动作背后显然有美国的推动作用 这从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 发布的推文就可以看出 他说英国这项行动 反映国际日益一致的共识 我们期待与英国 以及其他许多伙伴和盟邦合作 在盟邦方面 目前加拿大政府尚未明文禁用华为5G 但家国三大电信商都已宣布不采购华为5G 所以在五眼联盟中 现在只剩下纽西兰还没有表态 是否禁用华为5G 那么美国一改过去的态度 开始积极凝聚西方社会的集体力量 而针对的目标 毫无疑问就是中国 此外在香港问题上拖延了一段时间以后 美国总统川普在14日表示 他已经签署了香港自治法 并且颁布一项行政命令 终止了香港长期有来的优惠待遇 以此同时出人意外的美国也开始在南海问题上 向中国发难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13号宣布中国的南海主权主张 不合法 否认曾万沙为中国最难领土 并且强调各国在南海的共同利益 遭到了中国的空前威胁 美国似乎并不只是嘴上说说 就在蓬佩奥最终发表声明以后 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拉夫强孙号 14日就前往南海巡航 强调自由航行为建立自由开放亚海地区的基础 除此之外 外界早在传言的金融战似乎已经叙事待发 美国参议院已经通过一项法 要求在美的中资企业 必须改变过去的做法 公开接受会计审查 否则就得在三年后下审 这项法案之后将交由众议院与同众批准 相信通过的几率非常大 而禁止使用抖音的禁令 应该很快就会公布 这一轮组合权不仅令外界看见花缭乱 恐怕也让中共看得固执缩 前不久从外交部长王毅 到原驻英大事复营 都纷纷发表与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华春莹等的口径很不一致的言论 表示要谨慎处理中美关系 还几乎是放软身段的表示 中国无意与美国争夺第一大国的地位 这些长期处理外交事务的资深官僚 恐怕已经从美国的动作中 嗅到了不同寻常的气味 我想他们内心的不安显然是有道理的 上述这一系列对华政策的出台 从经济到政治 从军事到科技 几乎是一个总体战的布局 如此广泛的外交动作 不可能是美国国务院 或者商务部等单一机构的自行歧视 这看起来更像是从白宫到国务院 经过证明思考而进行的一个整体布局 在于目前我们看到的各项政策 还显得比较松散 可以预期啊 未来一段时间 美国会在对华政策上 做一个总体性的宣示 而这个宣示 绝不可能是致力于中美友好 而更可能是要美国宣布一个 全面抵制中国的方向去发展 此刻的局势啊 正可谓是山雨一来丰满了 习近平一个月前就预言过 一个严峻的外部环境 现在已经败在中共的面前了 以上是在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王登 为您做的评论 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差谈 我是林峰 在国际仲裁庭 做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及权力主张 违反国际法四周年之际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 明确表示 中国在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的扩张性 还是主张完全非法 那么有分析指出 该声明是美国的政策 与国际仲裁庭的裁决一致 从而使华盛顿处于执行该裁决的位置 那么中国外长王毅就表示 美国此举是企图制造矛盾冲突 随着美中两国的关系 从竞争转向对抗 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 最终爆发一场热战 是不是已经不可避免 那么我们今天很高兴 邀请到政治学博士 独立实评人吴强先生 和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 邓宇文先生 就这些话题参与讨论 我们欢迎两位 好的 那么我首先想先来请教邓宇文先生 邓先生您怎么看 这个蓬佩奥国务卿要发表 这样一份关于南中国海的这个政策声明 那么您认为这个美方的目的是什么 那您来帮我们解读一下好吗 我觉得这个蓬佩奥发表 这个南中国海的这个政策声明 其实不奇怪 可能就两个角度来看 一个就是最近的香港问题 那么这个香港问题 可能加剧了 美国对中国的这种参与 就是说认为中国挑战国际社会 挑战自由民主秩序的这种趋势 是不会停止的 而且越来越破装 那么这样的话 加重的话 所以美国有一种 就是说要全方位的打压中国的 这样一种一系列事情的这个出台 原来所配合的方案 都会一一拉出来 这是一个角度 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 即使没有香港这本事 我觉得美国同样还会出台这个声明 因为这种一个大的 一个更大的一个背景来看 美中这种自由关系 自由坠落的这样一种 大的一种背景下 那么美国会从各个方面 我们讲新疆西藏等等 包括这个南海 南海相对来说 是美国这个优企有力量的地方 因为双对于从经济上 打压中国的话 美国的军事上的优势更明显 而且就是说 他特意选的就是南海仲裁 四周年的时候 你刚才讲了 就是说给国际社会 一个这个仲裁的 一个支撑者的这么一个 正义的形象 而且这样一个 美国会认为 相对于这个中国来说 其他的南海深所方 如果一对一的跟中国谈判 反正说 即使他们接近这个联盟 跟中国谈判 不一定能够对付得了中国 那么在这种情况上 只有美国从后面 轻度到这个前台 秀鸡肉 用我的话来说 跟中国就是这个 量鸡肉就是肉搏战 因为美国联盟自己的力量 能够在南海上 能够打开中国 你所来说 在这个四周年的仲裁机制的话 就直接就发表 这么一个声明 所以从这个 两个程度来看 我觉得这个美中基建的 这种关系的 这种恶化了 可以说是 双方基建队 已经表明了 对抗 不是进一步 升职的这样一个决身 双方基建 都不会往后退 接对方就考虑 联想到这个前不久 王毅在这个中美智库 这个视频论坛上 发出的那边 那个讲话 那个讲话 比外界认为是 中国是王毅 向美国发出的 一个求和的一个信号 我是不认同 不认同这样一个解读的 我觉得就是 王毅的那个信号 因为你同时可以看到 这个护营 也在那个智库的论坛上 他那边讲了 就是面对这个美国的打压 中国要主动考虑 要主动亮牌的问题了 那么就是 也就是说 王毅的那个讲话 其实就是一个 在香港问题百分之后 他觉得就是说 没有必要跟美国 没有必要跟西方世界 来进一步的 这样一个对抗 也就是用中国的话来讲 叫做一张一驰的问题 一张一驰的问题 所以说 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对王毅的讲话 是完全是无视的 就是没有一点回应 双反的 他接一段时间内 也就是说 一个礼拜内 陆路数数推出了 一些更强硬的 包括在华为 包括在其他新疆的 事情下 更强硬的措施 那么加上 这个南海的 这样一个重点声明 才一见 美国是有意地 把事情 进一步这个搞大 这样的话 让中国停于这个应付 因此来说 从这个更大的一个 双方基线的 关系背景来看 我觉得这个美中关系的 这种自由落体 会进一步的往下下沉 所以说 在未来的 这个美国新约大省之前 我们不清楚 美国还会缺带什么招 好的 谢谢邓先生的分析 那么吴强先生 就是我们知道 这个刚才邓先生也谈到 就是这个 实际上今年以来 这个美中关系 这个恶化的这个趋势 是不断地加剧的 那么这个涉及到 一系列的这个议题 包括这个疫情 香港问题 新疆人权 贸易 华为等等 这个已经陷入 现在是不断地 跌破谷底 到了谷底 再往下跌 那么眼下 这个同票国务卿 他是高调地重提 这个南中国海议题 而且是 有这个媒体认为 这是美国第一次鲜明地表达 美国反对北京 在南中国海 这个主张的这样一个立场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南海 已经实际上 一直在这个 是这个美中关系的 一个冲突点 那么 与此同时 我们也注意到 就在这个 蓬佩奥国务卿 发表这个声明的 这个应该说是 差不多第二天的时候 或者是同时的时候 这个中国的外交部长 王毅是在跟 很有意思 跟菲律宾的这个外长 有一个视频的会晤 那么他在这个会晤中 就是强调 说指责这个 蓬佩奥国务卿 就南中国海的这个声明 是说 这个声明是公然违背 美国在南海 问题上不持立场的 这样一个承诺 说是蓄意挑拨 中国和东盟国家 之间的关系 而且是企图制造 矛盾和冲突 破坏地区的稳定 那么我想请您来解读一下 就是说北京方面 会怎么来解读 这个 这次这个美方的这样一个 南中国海的这样的一个声明 这样一个动作 那么另外 我想也想听一听您的看法 就是说 就是您的这个了解和观察 就是中国的这个学术界 或者说学者之间 这个群体之间 有没有对和这个政府的 这个立场有不一样的地方 这些讯息刚出来 我们现在很难判断 在北京的学术界 在国际关系界里头 有什么跟政府不一样立场 但是这个不一样立场 其实在过去半年 也就是武汉肺炎 中国全各地都分成的期间 我们看到在人大 北大仍然是举行了一些 国际关系的一些会议 这些会议上面 其实已经很早 就当然不是一些 所谓的战狼的学者 而是比较理性的学者 很早在三月份 甚至更早 我了解到的情况是更早 因为他们在一月底 二月初春节之后 北京相关部委 就向各大学征求 武汉肺炎疫情过后 应对的国际关系 各方面的这种方案 那么我听到的情况是 很不少理性的学者 其实在建言要低调 理性要继续地跟 不期限大家 保持跟美国的友好关系 避免关系恶化 其实这种恶化的趋势 并不是从武汉肺炎开始 在过去两年贸易战以来 我们看到中美关系 已经在恶化 但是在过去半年的 加速的恶化期间 就像邓永文先生刚刚谈到的 美方出任何一张牌 其实都不意外 因为有太多的牌可以打 因为在这个加速恶化过程当中 南海这个牌 其实是随时可以打出来 包括台湾海峡的牌 以及未来各种各样的牌 中印边界的牌 已经我们已经看到了 那么北京方面 很多学者是在低调 是在弄 但是似乎并不利 来阻止中美关系的 这种加速的恶化 最关键的 也许不是香港国安法的通过 非常的这种 蛮力的强行的通过 几乎是不顾国际社会的 这种观感 所以我们看到 它现在的后果 我相信现在南海问题 也跟香港国安法 跟一系列的这些问题 都有关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想提醒所有观众 在整个武汉肺炎期间 对于中国的外交 是相当失败 相当失败原因是 无论是国家元首 还是外交部长 都很难到这个国家 做亲自访问 做面对面的交流 只能是依赖视频的方式 这种视频外交的局限性 其实已经暴露出来 它一方面在加速 比如说社交媒体上 像赵立坚之前 跟在推特上 跟美国的这种挑衅 或者社交媒体上的挑衅 然后中国在各种的中非论坛 以及参加 过去半年参加的各种分会 其期间 比如说世卫组织的分会 以及其他分会 我们都能看到 这种视频的会议 其实是无助于 找到共识 解决各国对中国的怀疑 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下 我们看到这种怀疑 实际上是越来越深 就是我们看到 加速恶化 但是最关键的 我想强调的一点 是在不久前夏威夷举行的 杨洁篪和蓬佩奥国务卿的会面 这次会面长达六到七个小时 谈了所有问题 但是目前来看 这次最重要的 可能会起到一些帮助作用的会面 就像我当时的评论一样 看来并没有 它反而是暴露了中美双方所有的分歧 而且这分歧是不可离合的 那么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包括香港自治法 以及南海问题 所有这些反应 其实我相信都是在 杨洁篪和蓬佩奥这次 面对面的 很难得的一次 面对面的会晤之后 产生的 换句话说 在这次面对面的夏威夷 面对面会谈失败之后 中美关系的恶化 应该说是正式的开始 就是双方已经很少 面对面谈话机会了 尽管包括刘鹤副总理在内等等 在过去半年多次进行电话的会谈 在谈贸易协议 在谈各个方面 包括中国我们看来也举行各种 比如说王毅也好 复印也好 都有一些比较放软的讲话 不管软还是硬 但是都有一些比较务实的讲话 特别是最近的 我们刚提到的 他跟菲律宾外长的视频会议 我相信是反映了北京的真实看法 而且这个看法我其实蛮同意的 换句话说 美国的这个南海声明 其实确实会造成中国和东盟国家的 关系的破裂和地区的地缘政治的混乱 这个倒是实事求是 我相信美国正在以一个非常聪明的 而且代价很小的一个政治姿态 一个政治的表示 就根本的改变了南中国海的地缘政治的格局 也根本的改变了中国现在 以及未来所面临的基本的一个国际的格局 这个国际格局我们就说 它要面对很多的麻烦 包括尤其中山岛国安法 以及对我们现在谈论的2016年国际海牙 尝试中文台法庭的判决结果 中国是否接受 那么实际上指向是 中国对这些所有的国际条约 对国际秩序是否接受的问题 那么那最直接的效果 就实际上是南中国海的地缘政治 传统的一个战略模糊空间 而且这战略模糊空间 一方面是九段线所构造的一个战略模糊空间 另外一方面 就中国从来没有清晰的来说明过 这个九段线的 它的所谓的权力 我们说它的深锁的具体的要求 具体的说明从来没有做过 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做过 这是一个战略模糊 同时美国并没有对九段线 之前也没有对海牙的 常识中台法庭的这个决议 做过公开的明确的表态 这些都是南中国海 中国的能够跟东盟 能够进行一带一路 能够进行自由贸易区谈判 等等等等这些所得到的庇护 它就是在美国的一个战略模糊 或者说模糊战略政策的庇护下所进行的 但是这个战略模糊现在改变了 变成一个相当清晰的战略形状下 那么中国过去旧的战略 以及中国的九段线的一个南海的主权绳索 全部都等于说失效了 废弃了 这是一个南中国海地缘政治 以及中国的对外战略的一个 根本失败的一个转折点 那么但是对美国来讲 我们待会儿就谈到 其实它不需要付出很多 它仅仅是这么一个姿态的表示 就能够引发南中国海地 整个东亚东南亚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变化 这个变化要未来很长时间 我们会看到逐渐的显现出来 但是中国现在呢 陷入了大麻烦 非常大的麻烦 谢谢吴强博士 邓一文先生就是 这个蓬佩奥在这个这份声明中啊 他说美国会根据国际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来保护东南亚盟和伙伴的近海资源和主权权益 那么这样的一个声明 您怎么来看啊 就是说可不可以给我们展望一下 美方接下来会采取什么样的动作 还是说只是一个姿态性的 那么也有人就是在猜测 就是说美方有没有可能会 对这个中国在南中海的人造造造造 这些军事设施会采取一些行动 您的研判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我稍微跟武昌博士 有一点不同的看法 就是说这确确实是 被跟中国造架喊大的麻烦 但是也不要过于看重美国的这个政策心理 因为这其实不算是美国立场的改变 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说 美国既前虽然说没有这个明确的表示 但是他的行动上其实其实是选边站在 也是站在其他的这个东南亚的伸索国的一边 只不过接着就是把它给建立一份明示化了 那么未来的南海局势 是否会恶化的问题 还是看伸索国的行动 具体的说是看菲律宾和越南的这个行动 我认为这两国之间的话 我看从大陆媒体官媒来看 这个昨天的官媒有一点很 这个很有意思的文件 他讲就是说他南海 就美国发表这个声明之前 这个恰好是菲律宾也是在 国防部队发表一个强硬的声明 也等于就是这两节 之前可能是美国跟菲律宾 实际上是之前是有很早的沟通了的 但是即使沟通 我觉得这个他目前中非官司 还不错的这样一个背景下 我觉得这个其他的南海伸索国 并不会因为就算是短期 不会因为这个美国发表了这样一个声明 就会在南海就是说 群体欲度要跟中国对抗 我觉得目前这个可能性 在短期来说不是太大的 从中期来看 我觉得也不是可能太大 问题就是在于这个方面 就是说你刚才说到的 就是说美国发表之后 会采集什么样行动 我们看到今天 就是说其实美国的这个 这个驱逐舰 已经进入到这个南海海招 在中国到12海里之内 一般来说可能会有三种做法 第一句话就是美国严肃之前 所通行的一次做法 就是说加强在南海的航行自由 包括可能是其他的西方国家 比如讲我们看到有报道说 英国马上要派这个航母过来 而且其他的西方国家 要过来成这个热度 就是一个方面 第二种这个方面的话 有可能就是美国会在中国的南海岛 周边举行军速掩食 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但是那么第三种可能就是说 当中国与其他的南海西方国 发生这个海上对峙的时候 美国可能会急剑介入 包括用他的这个海警船 或者用他的军舰 这种急剑介入 来这个与中国对峙 如果说发生这种情况的话 就有可能我们讲的话 双方机械的这个擦枪着火的可能性 是非常大的 所以从未来的来看南海是这个会不会恶化的问题 就是看美国的介入的这个程度的问题 以及中国的这个反击的力度问题 如果说美国介入程度还是中国反击力度强 那么就是说 这种南海的凭借是非常可能发生的 如果说这个美国这个还是像现在要体制一个无害 就是说算是无害的通行 而不是在中国这个进入中国十二海里 建设这个所谓这个演习 或者说帮助其他的南海西方国 来跟中国建设这个面对面的这个军舰这个对峙的话了 那么可能会好一点 第一刚才你所担心的就是说 对中国南海岛州的比如说军舰上的设施 就是打击的话 我觉得这个应该来说是基本上可以排除的 因为如果到这一步的话 那就是一个乐阵的一个开始了 所以说除非是中国生动朽 否则的话 我觉得美国没有理由说 来把南海中国岛州的这个军属设施 给大家这个解释 这个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谢谢 那么吴桑博士就是 你认为这个北京接下来会怎么接招 它会怎么出牌 那么就是说如果比如说美方会有采取一些 像刚才邓先生谈到的 就是说在岛州附近进行这个军事演习 这样的一种实际性的实质性的这个动作的话 那么北京会怎么会怎么做 它选项有哪些呢 其实接着刚才的问题 我个人刚才是认为南海南中海的地缘政治格局 是根本的长期的一个变化 这种变化就让北京的外交界 学者智库各方面 其实现在实际上是处在一个 就像当年两年前修宪一样 他们是面临着一个懵懂的状态 我相信从现在开始到未来 美国并不需要在南中海做什么 它可以最低成本的维持在南中海的军事存在 保持军事压力 这就是足够的 它不需要 或者说它过去70年已经不断的在试探 中国的各个的岛屿或者说岛礁 它其实不断的在试探 我们知道从50年代开始 就不断的在试探这些边界 看中国外交部门的反应 这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数据 长期的中国的抗议的东西 它其实并不需要继续的冒险 保持军事存在 我相信是美国未来唯一的最低成本的 长期的一种做法 更像是中国的外交部 整个中国现在要面对着一个 已经乱的改变的南海周边诸国的 一个主权的要求 我相信包括菲律宾在内 包括印尼文莱这些传统 包括马来西亚这些传统 跟中国关系比较好的国家 那么他们都会在未来逐渐的 在美国军事压力军事存在的情况下 会提出很高的价码 来主张他们在200海里经济区的 全面的天然气石油 渔业的开发的权利 我们知道这些国家的200海里的经济区 实际上是大大的重合和超越 中国的九段线的 那么当然中国九段线 中国在过去的主张也都是谈共同开发 那么中国就要面对的这种各国高涨的 一种共同开发的要求和情绪 我相信这是中国在面对的一个新的 一带一路新的和东盟的一种关系 至少在经济开发上面要面临各国在美国这种 确认之下南海就变成一个我们通常所说的一个 美积交的问题 那么仍然是需要大量的援助 这是东南亚各国所乐见的 愿意继续狮子大开口的 那最难解决的实际上是越南 那么中国在南中海的态势 其实最紧张的就是中越 我们知道七四年和八八年两次海战 那么目前未来仍然是在这个问题上 越南是不是极满足于经济开发 是否会产生实质的跟中国的武装冲突 是这是未来陡然在美国的外交部 在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发言之后 我相信这是中越之间海上争端已经陡然争高了 我们也知道在过去半年 其实这种争端已经发生过了 这才是蓬佩奥指责中国违反南中国海行为规则 中国在违反这种南中国海行为规则 这是中国自己主张和签署的一个公约 但中国自己违反了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 那么在这情况下 对台湾中华民国同样扮演的很重要的角色 两个中国和越南之间的这么一个围绕的南沙群岛的争夺都会上升 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 我相信未来更多的实际上是在美国只要用最低的成本 维持它的军事存在 维持它的军事压力情况下 那么台湾在这个其中 我们说台湾海峡在南中国海的边缘 它的战略角色和地位其实变得日益的紧迫起来 这是一个整个东亚和东南亚的一个根本的联动的一个变化 中国会陷入一种焦头烂了当中 谢谢吴博士 邓一文先生就是您不久前在这个纽约时报上 有一篇这个评论文章 这个文章的这个观点 大概是就是说人员美中当下这个对抗 已经超出了当年这个美苏冷战的这个范畴 甚至是可能滑向这个准战争的状态 那么我想请您这么简单的展示一下您的这个观点 另外就是说现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南中海政策声明出台以后 这个双方卷入这一场热战的可能性是不是更大了呢 其实这种这个发展准战争的这个可能性我觉得是越来越大了 从最近的看来看 不知道这个您是不是注意到另外一个项目 就是说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的那个中国跟伊朗的一个 25年的一个经济和这个安全这个伙伴关系的协议 如果说是这个事情是真实的话 反正中国已经开始了 已经评估了 而且已经有准备从各个方面的跟美国全方位的对抗了 因为我们觉得就是说中医协定的话 它一个背景就是美国的伊朗的这种制裁 那么就是中国就全面介入这个伊朗事务 就是根本就是不顾美国的感受 不顾美国的感受 我们集结的解释就是说中国就是说要挑战 美国所围起的这种单边人世界的结束 它认为美国这种单边人世界的结束 对中国的威胁越来越大 那么与其逼迫的从各个方面受美国的这个压制的话 不如主动的对美国的这种单边人世界的结束 我觉得就是一个乐见的一个发展 那那个乐见的发生的话 包括这个南海 这是一个已经非常新高的一种可能性 包括这个台湾 这个台海 这是两个乐点的地区 所以说 未来不排除的这两个地方 有可能是在南海打击以上 有可能是在台海打击以上 这个可能是都不排除的 谢谢 那么最后还想一点点时间 请这个吴翔博士 现在回应一下 就是说 您觉得北京方面是不是已经做好了 这个跟美国全面对抗了这样一个准备了呢 没有 我在这点上面 其实我跟对于人的观点差异可能是最大的 我相信中国是做好了 早就有这种新冷战的规划 但是主要是在于 全球化层面上的两种全球化之间的竞争 中国特色的全球化和美国传统上 其实现在我们也知道 是没有领导的一个没有中心的 旧版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之间竞争 中国是在力推这种全球化 那么在军事上面 虽然中国方面在过去几年搞军改 这方面包括预备役 也正式的纳落中央军委 做了各种整军备战 要准备军事斗争 但实际上至少在南中国海的范围里头 中国还远远没有做好 跟美国发生决战的一些准备 这是最关键的 我们海战是非常不同的 任何一个遭遇战 任何一个插枪走火 最后都引来的是一种决战 这是跟陆地战争差别很大的 北京并没有做好这个准备 大量的新的军舰 只是刚刚陆毅 怎么整合怎么弄 还是要等待几年 那么当然我相信这时间 大家是五到十年 跟台海危机是有关系 他要等到中国这些新的军舰 新的技术磨合一两年之后 处于最佳性能 然后来对抗美国的新的一批军舰 还没下水 但旧的军舰技术相对老化 然后才有可能对抗的可能性 这是围绕台湾海峡 在未来五年或者是五年到十年之间 可能发生的冲突 但是在南中国海 南中国海 尽管中国在岛礁上面 似乎做了很多军事化的建设 但实际上我们要看到 南中国海所有的战场建设 都是在为海南岛的核潜艇 做掩护 它并不是要真的要在南中国海 进行跟美国的一种军事决战 最多是准备跟越南 发生一个局部的冲突 这是中国有准备的 那么真正的南中国海 对中国的价值 其实航道对中国来说并不重要 马六甲这些其实对中国并不重要 因为过去在长期 在后冷战 已经后冷战的情况下 除了海盗问题 其实从印度洋 像南中国海的太平洋的 这条航道是很安全的 中国是受益者 并不是一个蓄意的破坏者 所以我相信 好的 对不起 那一个时间关系只能打断您的 那么今天的这个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嘉宾发表的是他们个人观点 我代表美国之音 我们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那么下次节目 再会 新年一时 新巴克的中国对手 瑞幸咖啡的股价 在纳斯达克创历史新高 公司市值标志120亿美元 但几天之后 一封神秘电邮 揭开了这个公司的片局 《华尔街日报》一篇报道 详细讲述了一个做空者的警告 如何扳倒了瑞幸咖啡 那份发给多个做空者的电邮称 新一代2.0版的中国公司片局已经出现 1月31号 浑水公司的创办人卡尔森布洛克把 邮件所辅的一份89页的报告发到推特上 瑞幸成绩后来发现 该公司多名员工曾经伪造收入和支出 4月2号 瑞幸披露 其2019年的销售额中有3.1亿美元是伪造的 上市不到一年的瑞幸股价暴跌 已经被纳斯达克通知其股票即将退市 布洛克的浑水公司名称吉原一次 杜绝中概股作假 保护美国投资者利益的努力当中 一个最薄弱的环节就是对中国公司的 审计检查无法实施 2001年 安然公司因为投资人发现该公司财务倒假破产的丑闻 催生了2002年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 并依该法案在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下 设立了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 经过与外国监管机构谈判达成协议 允许美方监管机构对该国在美国上市的公司的审计进行检查 但是这方面的努力在中国一直受到监管机构的抵触和阻挠 中国当局将审计记录称之为国家机密 拒绝外国监管机构的查阅 上周四在 上周四在证券交易委员会举行的一个有关新兴市场的援助会议上 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主席 威廉郑克表示 他一直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保持联系 了解如何在不能接触到中概股公司审计抵导的情况下 确保工作人员的审计质量 邓克说 我们必须信任和核实 但是我们没有能力在中国核查 也看不到这方面的前景 邓克说 过去十年 美国的监管部门一直努力 对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公司进行有效的会计审核 和中国当局接触商谈寻求各种合作方式解决中国当局提出的问题 他说那些努力没有能够形成可行的合作模式 因为中国当局拒绝美方接触审计定稿 星期四有关新兴市场的债券形势的原作会议 实际上是关于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提高透明度的听证会 RWR咨询集团的总裁罗杰罗宾斯在原作会议上说 通共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中国所有的企业 包括私营部门 他说中国国家情报法的第七条要求任何组织和公民都应当依法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的情报工作 以及几乎所有公司的高层管理结构中都安插有中共成员 这些都使得中国的企业有别于其他国家的企业 浑水公司的布洛克也参加了原作会议 他说中概股的公司财务报表缺乏完整性 大多数美国投资者无法找他们通常习惯的做法去进行禁止调查 布洛克认为中国这些年来在美国发起了一场针对西方的未宣布的经济战 布洛克说这种系统可以保护在美国上市的欺杂行为 而且能够从美国的投资者那里筹集资金 我认为这是资本市场战略的一环 而这正是这场未宣布的经济战一环 将国会乃至白宫采取的行动 源于咖啡公司财务造假 或许夸大了单个事件的影响力 因为毕竟瑞幸在问世的时候 这个问题已经存在了多年 但浑水公司创办人布洛克相信 在他推动之下揭开的这件丑闻的确是敲响了一记警钟 布洛克曾经在四月份给美国财经新闻网CNBC的一份电邮声明中写道 瑞幸是对美国政策制定者 国性交易所进行交易 白宫在六月四号发布的关于保护美国投资者免受中国公司重大风险的备忘录中写道 如果中国从我们的资本市场获益 却不遵守市场投资者应该得到关键的保护措施 那是非常错误的 也很危险 根据总统被网络成立的一个工作组 负责在六十天之内就中国公司带来的重大风险 做出分析报告 但参加援助会议的美国政交所的高管则警告 法案并非解决问题的利器 纳斯达克全球首席法理和监管官约翰·泽卡说 纽约证交所副主席约翰·塔特尔说 我们的资本市场之所以如此的伟大 并且得到世界的羡慕 正是因为他们对全世界的公司都是开放的 而且可以供投资者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分配资本 参院提案如果得到最终的通过立法 更多中国公司包括阿里巴巴和百度等大公司 先锋集团是华尔街资管规模的巨头 其共同基金对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的投资 先锋鼓指全球首席负责人罗德尼·科米基斯说 如果这个法案获得实施 公司将可能会转移上市的地点 他们将会从纽约转到香港 哈佛大学的法学院教授杰西 弗里德对CNBC说阿里巴巴等中国的科技巨头 很可能因为这个法案被停止交易 他说由于中国极不可能同意在中国大陆检查其审计 将会导致这个公司的股价大跌 这些公司的控制者将能够以非常低的价格拿下这些公司 以牺牲美国投资者的利益为代价 把公司转到香港或者中国内地的其他地方上市 弗里德认为法案实施将会遭到反弹 但他认为 巴尔街将会在众院加大游说力度 争取让提案无法进行表决 华盛顿重要自由学派之库家族研究所的金融管理研究主任 詹尼弗·舒尔普也提出 法案可能造成的负面的影响 他对美国人说 一方面是法案在外交政策方面 会针对中国的发行商制定特殊的规则 同时要求中国的发行商遵循特殊规则 而不是适用于其他发行商的统一的规则 舒尔普说 那样将会立下一个糟糕的先例 会连带出各种潜在的后果 包括对美国市场竞争力造成伤害等 TGCNBC在其报道中 将美中在金融界可能发生的争斗 称为一场金融战 舒尔普说他不喜欢这样的说法 因为他不愿意看到食材升级 他说 我不确定除了这样说 就找不到一个好的办法了 我想你可能会这么说 我自己不会这么讲 布洛克认为 在这个问题上 美方需要更多的纪律和更多的规管 他说并非要用非常严苛的手段 但摆在面前的问题是 中国在免费吃数十亿美元的午餐 布洛克说需要让他停下来 如果证券管理委员会和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没有办法 让他停下来 我可以几乎向你保证 美国的国会 美国人民 美国总统和媒体 对他叫停 在海牙国际法庭采取中国 在南海宣称的九段线 不符合国际法四周年之际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本周一在这份声明中 否认了中国政府在南海的大部分主权主张 谴责北京使用强权及公理的恐吓手段 侵犯东南亚国家的主权利益 这份声明是美方对海牙国际法庭 2016年的这项裁决所表达的最为强烈和明确的支持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外委会的四位领导人 同日发表联合声明 对蓬佩奥阐述的美国南海政策表示权利支持 只是他们希望这会有力推动各国依据国际法 解决南海成端 华尔街日报周二报道 这是美国对北京当局在这一战略水域 宣称控制权的努力 发起不同寻常的直接挑战 据知情外交人士透露 尽管华盛顿此前曾称其认为 北京当局对南海大部分区域的广泛主权主张是非法的 但这是美国首次正式反对中国的具体主张 中方对这份声明迅速作出回应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周二表示 美国不是南海争端当事方 却对此频频插手 挑拨中国与地区国家关系 中方表示坚决反对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同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美国违背了他的承诺 美方声明罔顾南海问题的历史经纬和客观事实 违背美国政府在南海主权问题上 不持立场的公开承诺 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不过美国国务院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史达伟周二在华盛顿智库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第十届 年度南海会议上指出 蓬佩奥的声明只不过是公布了美方的一贯立场 我们只不过是在执行已有的法律 因此这份声明不该被视为具有任何挑衅意味 其唯一目的就是坚决要求中国政府 恪守他们此前的声明和承诺 史达伟说 美国的南海问题上不再对外保持中立 近年来 美方通过在南海开展航行自由行动 挑战中国在这片海域的主权主张 再指出 这份声明充分表明华盛顿的立场不但体现在行动上 也体现在言辞上 而这两者都很重要 本月的第一个周末 美国海军里根号和尼米斯特号航母 在南海举行了近年来最大规模的军演之一 这次军演完成了数百次各式飞机的起降 并模拟了对敌方基地的攻击 几乎在同一时间 中国海区本月初在南海帕拉夏尔群岛海域举行了军演 据悉 美中两国海军在同一时间 同一海区举行军事演习的情况非常罕见 日本共同社两个月前引述知情人士报道 中国解放军计划今年8月在海南岛附近海域 举行以夺取台湾东沙岛为加长目标的大规模登陆演习 登陆演习将由负责南海防卫的南部战区实施 动用灯物舰、气垫船、直升机和陆战队 规模前所未有 由中国海南南海基金会资助的中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洪隆 在这场年度南海会议上说 近一年来南海气氛更加紧张 局势也更加严峻 他指出国际社会应少一些类似于美国南海政策声明这样的政治主张 多一些尊重与合作 各国应该少发起一些宣传运动 采取客观的叙事方式 来描述南海地区的真实情况 避免暴富性行为 我们还应该一如既往地支持更多的区域合作 因为他已被证明对建立信任非常有效 洪隆还响应中国官方立场说 他并不认为来自区域外的影响力 有利于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也就是说 美国不该惹是生非 但蓬佩奥周一的声明展现了美国在南海问题上 有效中方看来截然不同的目的 他表示 美国寻求维持南海的和平稳定 以符合国际法的方式维护海上自由 保持不受阻碍的商业流通 并反对任何试图使用胁迫或武力解决争端的企图 4月2日电台记者江浩博士能报道 1月15号的白宫冬天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 念资在资美洲关系要公平互惠 总算在贸易战打了一年多后 有了初步成果 那一天的特朗普脸上的笑藏不住 然而中国的舆论很快就转移了焦点 因为当刘鹤与特朗普在签约之际 堪称本世纪以来人类最难对付的新冠病毒 已经在中国的武汉市悄然蔓延 1月23号武汉宣布封城 这时的美国政府其实已经有部分专业人士 知道了武汉出现不明肺炎 到了1月31号 美国宣布对中国实施旅游禁令以防疫 而这个时候 美中两国对对方的这些举措的解读 已经埋下后来全面互对的种子 各位记者朋友好 我是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2月3号这一天 华春莹批评美国没有提供中国任何实质帮助 还第一时间宣布从武汉撤侨 对中国公民入境采取限制 是制造散播恐慌起了一个很坏的头 那时的美国选择让事实说话 让外界公平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推特上公布 美国的撤侨班机是满载着防疫物资前往中国 但到了2月 疫情蔓延下的美中关系开始崩坏 双方拿两国的记者开刀 媒体站的你来我往 揭开序幕 这个战争一直打到了3月初 3月2号 蓬佩奥下令中国官方媒体要减少驻美人数60人 整个媒体站白热化之际 到了3月中又有了另一个焦点 由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一战成名转向了社交媒体的假信息站 3月12号这一天赵立坚半夜不睡觉在推特很活药 他推文中英文病用 刻意片面解读美国专家的说法 质疑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 还称美国欠大众一个解释 这也让疫情下的美中外交过招展开新高峰 到了3月17号这一天 特朗普也忍不住了 中国在散播假信息 说我们美军把病毒带到中国 这是假的 与其争辩 我宁可讲清楚 病毒是哪来的 就是从中国来的 是中国病毒 我觉得这样说很精准 说什么我们美军带病毒给他们 这才是污蔑 另一方面 3月中 疫情在美国与欧洲迅速传开之际 中国的大外宣动作频频 先是在国际社交媒体平台 宣传口罩外交 官方媒体甚至急于行诉 全世界都在感谢中国的形象 却避谈中国制造防疫产品的伪劣情况 到了4月 赵立坚重新站上了 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蓝厅讲台 态度仍没改变 我在推特个人账户上提出的疑问 是对前一段时间 美国一些政客污名化中国的反应 而这时的美国将注意力转向了武汉病毒所 包括了国防部与蓬佩奥接连质疑 武汉病毒所管理不善与中国隐匿资讯 蓬佩奥更直指 关键在于中共极权体制的不透明 并以染疫病逝的武汉眼科医生李文亮为例指出 如果李文亮在美国 他的专业会受到重视 而不是打压 美国需要可靠的伙伴 当你告诉我们某些事情的时候 这些资讯应是正确可靠的 不会让我们认为有所隐瞒 但是中国共产党至今仍不让美国与国际社会进入武汉病毒所 蓬佩奥多次把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分别对待 这或许踩到了中共痛点 也让他成为中共官方喉舌 发动文革大字报式的攻击对象 4月27号 中央电视台一连三天在新闻联播 重批蓬佩奥散播政治病毒 背负四宗罪 突破做人底线 不过蓬佩奥选择不随之起舞 但是他重新审视美国对华政策在心中有了定解 5月20号 白宫深夜发表了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战略方针报告 特朗普政府认为 美国过去20年的交往政策是错误 必须采取全新方法应对中国 对中共不再好言相劝 在华盛顿智库战略纪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葛莱伊眼中看来 这是双方都不愿意再隐藏的意识形态斗争 到了5月美中对决的焦点转向了香港 5月29号特朗普亲自出面说明 中国已将香港的一国两制变为一国一制 因此美国启动撤销香港作为独立关税区享有的特殊待遇 美国也将针对扼杀香港自由的中国和香港官员祭出制裁 我还要宣布美国启动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程序 香港问题是美中关系6月针锋相对的焦点 6月17号杨洁篪特地赴夏威夷与蓬佩奥会面 双方确实不欢而散 6月30号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香港国安法 香港特区政府当天深夜看线生效实施 7月的暑气完全难以融化美中关系 因为香港新疆与南海议题的互对含义 而美国国会也加入了战局 7月2号两院火速通过香港自治法案并送交白宫 7月9号美国政府点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 陈全国等4人祭出签证制裁 也让美中关系再次陷入紧绷 7月13号华春莹又宣布了所谓对等制裁措施 指向了美国四位议员与官员以及一个国会机构 新冠病毒让41年来的美中关系有了一次检验 现在住进了重症监护室 病情能否好转 得看接下来能不能度过考验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郑重生 华盛顿报道 照为听众 除了香港最近几天 南中国海和新疆也一直是中美之间关系紧张的核心 在星期三的法国世界报上 该报记者勒梅特对中美之间 在新疆和南中国海的问题上的制裁与反制裁进行了梳理 相关文章的标题是 就新疆和南海 华盛顿与北京之间来来回回的相互制裁 文章指出 7月13号星期一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毫不绕弯的谴责北京 将南中国海视为自己领土一部分的愿望 蓬佩奥说 我们很清楚北京在南中国海大部分地区的离岸资源上的主张是完全非法的 它为控制南中国海而进行的恐吓行动也是完全非法的 美国国务卿回顾说 2016年应菲律宾的要求海牙长社仲裁法院的一个法庭裁定 中国对这个区域的要求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蓬佩奥总结说 仲裁厅的决定是终局的 对双方都有执行力 世界报的文章指出 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的几乎所有小岛和礁石 以及他们周围的领海拥有主权 到目前为止 美国的要求主要是有航行的自由 美国从来没有批准过联合国海洋权力公约 7月初 美国在南中国海进行了军事演习 特别不同寻常的是 美国在这次演习中使用了两艘航空母舰 蓬佩奥在一份声明中说 美国捍卫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想法 根据哥伦比亚大学助理教授帕特里克·乔万内克 这些声明为将来美国挑战中国的政策提供了法律基础 北京当局立即就做出了反应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不承认海牙法庭的判决 他说美国是该地区以外的国家 美国想要的就是让南中国海混乱 中国将继续捍卫其主权和安全 就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 美国抗议中国将一百多万维吾尔人 拘押在新疆的营地里 人于7月10号宣布禁止三名中国新疆高级官员及其家属 进入美国领土 这是华盛顿首次打击这一级别的中国领导人 美国财政部还根据2012年的一个惩罚人权肇事者的法律 冻结了这些新疆领导人在美国的资产 作为报复 北京在7月13号星期一宣布 制裁三名被认为是反共鹰派的美国共和党议员 以及负责宗教自由的美国国务院负责人布朗巴克 还有美国国会的中国执行委员会 北京没有说明制裁的内容 但坚持对等的原则 因此人们认为北京宣布的制裁 可能是禁止被制裁的人进入中国 但是7月14号星期二 环球时报暗示 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和德克萨斯州 有可能会受到来自中国的经济报复 世界报刊出的这一文章还指出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7月9号星期四 在一个网络论坛上发表讲话 呼吁降低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 这一讲话在中国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 但在美国却被忽略了 也是 网易把当今危机的全部责任都归咎于华盛顿了 此外 谷歌决定在未来五年内 在印度投资100亿美元 就此世界报经济社论文章撰写人 菲利普·埃斯坎德分析说 这标志着从中国龙向印度虎的巨大地缘政治的转变 文章表示 香港问题等等 让谷歌、脸书和其他硅谷公司确信 在中国的领土上是不再有希望了 硅谷的公司将野心转向了印度 各位听众 以上是法国世界报真要节目 本次节目由阿曼廷颠播 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 中美紧张关系不断恶化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周一抨击中国对南中国海大多数海域的主权主张 完全不合法 北京予以坚持驳斥 英国在使用华为设备问题上的立场出现大转弯 决定从明年开始建制英国电讯供应商购买新的华为设备 并在2027年之前 从英国5G网络中逐渐移除所有华为设备 这是法国各报今天聚焦的中国话题焦点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7月13日发表声明 明确宣布美国立场 指出北京对南海主权的要求是非法主张 《非加罗报》和《十字架报》纷纷对此进行了报道和分析 报道指出 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较量进一步加剧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一表示 中国宣称对南中国海拥有主权以及惯用的恐吓手段是完全非法的 蓬佩奥回顾了2016年海牙国际仲裁法庭作出的判决 根据相关判决 中国对该地区的主权主张没有法律基础 美国国务卿的表态立即引发中国反响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布公报揭露了美国的指责 完全无礼 实际上美国国务卿的表述并非出于偶然 此前美国在南海主权争端中一直没有明确表态 仅表示支持航行自由 海牙国际仲裁法庭作出判决四年后 美国明确的站在了中国的邻国一边 报道指出 7月1日至5日 中国在西沙琴岛周边海域展开的军事演习加剧了紧张局势 作为回应 华盛顿派出两艘航母前往相关海域 这是2014年以来首次最大规模的武力展示 美中两国之间在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也十分高涨 中国海空力量常常在该地区出现 果然而言之 特朗普政府打算扭转他所描述的美国40年来对华政策的失败局面 近来 北京在诸多方面的做法引发华盛顿的指责 华盛顿批评北京对新冠疫情管理不善 侵犯新疆穆斯林少数民族人权 以及对香港亲民派示威处理不当 报道指出 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主张也引发世界其他地区对北京的国际野心进行重新审视 南中国海拥有丰富的渔业资源 以及石油和天然气储量 是国际贸易运输的重要通道 今年三月 中国在南沙群岛上两个被改造为人工岛屿的珊瑚礁上建立了两个研究中心 几年前北京在那里建造了供战机和轰炸机使用的飞机跑道 而菲律宾与越南宣称对这两个珊瑚礁拥有主权 美国国务卿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做出表态数小时之后 北京就宣布了对三名美国议员及一名外交官实施制裁的决定 以回应美国上周对四名中国官员采取的类似措施 另外在香港问题上继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之后 美国也准备暂停与香港的引渡条例 以此作为对北京推出的国家安全法的回应 此外伦敦方面决定从民园开始禁止英国电信供应商购买新的华为设备 并应在2027年之前从英国5G网络中逐渐移除所有华为设备 这是回声报披露的消息 该报指出英国首相约翰逊周二宣布的决定 表明政府针对华为设备的立场发生了彻底转变 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之所以改变立场 一是受华盛顿5月份决定的影响 另一个原因则是来自英国保守党议员的压力 今年5月美国商务部宣布 禁止使用美国软件和技术的芯片制造商向华为提供半导体管 英国方面由此认为美国的相关措施可能迫使华为采用安全性能较低的技术 从而导致无法控制安全风险 回声报还在另外一篇报道中披露了将华为排除在电信网络之外 需付出代价引发争议的消息 报道指出目前欧洲三分之一的手机天线设备来自华为 排除华为需要付出代价 这是当前的一个热门话题 各方运营商认为 无论如何设备成本只是冰山一角 还应考虑到间接成本 如客户的流失 5G网络开发延后 富有竞争性的设备的价格上涨 这些都是难以衡量的因素 不过该报指出 与北京贸易关系的恶化 也许才是最为昂贵的代价 北京已经威胁欧洲将采取报复措施 排除华为意味着核电站的建造和空客出口计划流产 这才是真正难以评估的代价 各位听众 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由刘芳选拨 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 北京在南海的主张非法 并谴责北京对东南亚邻国的霸凌行为 进一步激化了中美在南海的紧张对峙局面 而这个声明透露的信息被认为是华盛顿不能容忍 北京把南海变成自己的海上帝国 北京立即回击了美国国务卿对中国在南海声索主权的谴责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还表示要让暴风雨来到更猛烈 此话显示北京与华盛顿在南海的剑拔卢章可能会进一步升级 之前美国并未直接介入中国与越南菲律宾 印尼文莱马来西亚等国在南海主权问题上的争端 只是一味的强调 这一国际海域的自由航行不容被质疑 并且派航母再次海域航行 因为世界三分之一的海运要经过这里 然而现在华盛顿对南海的立场变了 蓬佩奥本周有关北京对南海主权声索非法的表态 明显站在了东南亚其他声索南海主权的国家一边 他宣称北京在南海的野心没有融贯的法律依据 批评北京多年来一直使用恐吓手段对待其他南海沿海国家 就此华盛顿首次正式介入南海的主权争端 站在了东南亚国家的一边 法国费加罗报7月14日刊出分析指出 这是华盛顿寄出新的外交攻势 在香港国安法与冠状病毒起源问题 导致华盛顿与北京的紧张情势下 蓬佩奥有关南海的声明让紧张的情势再升一级 蓬佩奥周一在这个声明中说 我们明确指出北京声称在南中国海大部分地区的海上资源完全是非法的 同时它为控制这些资源而进行的恐吓活动也完全是非法的 这显示了华盛顿制止中国在东南亚崛起的决心 蓬佩奥发誓说 世界将不会允许中国将南海视为其海上帝国 蓬佩奥在这里指的是2016年国际海牙法庭 就菲律宾的投诉做出的裁决 该裁决否定了中国有关南海 90%海域在历史上属于中国的主张 并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裁定菲律宾上诉 现在华盛顿公开的捍卫马尼拉 并且鼓励越南当局也将中国龙拖到国际法庭上 费加罗报说 华盛顿在南海主权争端中的立场转变 是中美关系恶化的一个新门槛 蓬佩奥还说 世界不许中国把南中国海变成它的海上帝国 那么蓬佩奥这次新的口头攻击 是否预示着美国将在这个敏感方面 采取更强有力的政策 还是仅仅是特朗普政府喜欢扬着下巴威胁一下 据评论专家科赫认为 这是美国处理南海问题更全面的做法 这一套组合拳还包括捍卫南海自由的军事演习 并瞄准活跃在这个地区的中国企业 华盛顿在南海态度变强硬 还可能引发北京的反击 北京最近刚刚成立了包括西沙南沙的行政机构 而且在人造岛礁上部署了军事设施 据布劳克里克的分析指出 在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的背景下 中国当局可能会利用蓬佩奥的这个声明 作为发动武力攻击的借口 以上是要文解说 有鼓励颠簸感谢收听再会 英国政府宣布将不再在其5G网络中 使用华为的设备 而正在欧洲与盟友商议中国相关议题的 白宫国安顾问奥布莱恩表示说 这表明欧洲的盟友 已经意识到了华为所带来的国安威胁 此外白宫官员还表示 将与欧洲的盟友在七国集团峰会上 商讨有关中国对新冠疫情的处理 以及华为所带来的国安威胁 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义的报道 美国国安顾问奥布莱恩 以及副国安顾问博明 在星期一启程前往欧洲 预订在当地停留三天 与欧洲的盟友包括了英国 法国德国以及意大利 商讨一些外交政策问题 当中也包括与中国相关议题 还有国家安全跟华为等等方面的问题 那么在星期二 英国政府就发布了华为禁令 说在英国的5G网络当中 禁用华为设施 在星期的上午 就询问白宫的国安会 那这个华为的禁令呢 是否就是奥布莱恩欧洲此行的成果之一 那么对此呢 在一个小时之后 白宫国安会发出了声明 在声明当中是这样说的 白宫国安顾问奥布莱恩 说报道当中 英国的做法反映了国际社会 对华为以及其他不值得信赖的供应商 对于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 这些公司继续遭受中国共产党的掌控 我们期待与英国还有其他许多盟友合作 来刺激创新 促进5G网络供应链商家的多元化 以及确保5G网络安全 免于危险的人为操纵 之后呢 美国的国会众议院外委会的首席共和党议员 麦陶尔也随后发出声明 对于英国决定禁止华为参与其5G网络建设 表示赞赏 在这个声明当中呢 议员是这样说的 他说 中共决心通过其代理公司华为控制5G的未来 构成重大的威胁 如果华为或其他与中共有联系的公司 掌控控制 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的数据呢 会是安全的 我很高兴的看到 英国今天采取的必要的步骤 开始保护其自己不受到高风险供应商进一步 将他们自己迁入电信基础设施当中的影响 如华为 我强烈的鼓励整个欧洲 还有其他的国家 以英国为榜样 那么此外呢 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 库德洛 在星期一的下午的时候 在白宫当中回记者提问 他也特别提到 未来将会向西国集团的盟友们 来提到中国方面所造成的威胁 我们看一下 库德洛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基本上的信息是 有关联系的问题 很高興關於法案的負責,缺乏的資料, 和當然,資料支付公司在中國 那裡的負責,不是我們的保障責, 所以這些是一些問題 那是我們會議會議的問題。 我會再加上更加議會, 我應該應該應該會把華為進來的問題 這是一個國際安全問題 有很多海洋改變 在中國的動態 後來的疫情 中國的動態在中國的疫情 並不太好 我聽到我跟英國的相伴 在英國、英國、日本 我們會在G7議員訪問 在下個月的訪問 那麼除此之外 白宫也说特朗普总统也跟加拿大方面来商讨了关于华为还有中国方面造成的威胁 那么这下星期的上午白宫的副新闻发言人迪尔发出了声明 声明当中说特朗普总统与加拿大总理通了特鲁多通了电话 除了讨论两国关系 7月1号开始实施的美墨加贸易协议 也讨论中国欺瞒性并且强制性的行为 而根据白宫国安会发言人约翰乌尤特说 本次的欧洲之行 中国议题的部分主要将由副国安顾问博明跟盟友们来讨论 那么除了中国与5G的议题之外 其他的讨论议题还包括了俄罗斯阿富汗中东北非的局势 另外还有新冠肺炎的防治做法 还有未来的重建工程 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宜的报道 各位听众 中美两国的紧张关系持续恶化 6月底美国政府出台了针对破坏香港自治的中国官员的签证限制措施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6月17日正式签署参注两院 以高票通过的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为美国行政部门制裁那些迫害维吾尔人的中国官员开了立灯 如何看待美国采取的行动 美国的种种措施能否起到制约北京的作用 对此民主中国阵线秘书长潘永中先生向我们阐述了他的看法 永中先生您好 美国出台的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有什么实际意义 对于受到打压的维吾尔族人能否起到帮助作用 我觉得是有作用的 我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论 第一个在过往的岁月中 针对中国政府接二连三侵犯人权案例 美国与民主国家总是提出抗议 深远与警示 而这个维吾尔人权法案其中清楚地表述 倘若中国政府继续迫害维吾尔人 相关的中共政府机构或者相关的官员将受到惩戒与惩罚 也就是说把过去的道义深怨与决议第一次上升为法案 起到针对性的诊戒与警示及相应的嚇阻作用 第二方面 维吾尔人权法案好不好 维吾尔人民最有发言权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利昆表示 川普总统签署了维吾尔人权法案 维吾尔人表示异常的欢迎与拥护 这是对维吾尔人权政策的支持与帮助 通过法案确立了下来 也是国际社会针对制止中国政府 违害人类罪迈出的重要一步 第三方面呢 尽管中国政府称维吾尔人权法案是一张废子 但是思维会的发言人蒂利夏吉说得很好 既然是废子 中国政府何必打动干戈 利用国家媒体广为造势宣传 竭力否认新疆的集中营是纳粹集中营的迫害模式 对外说是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蒂利夏吉指出 被关进集中营的有私人 有作家 有教育家 有医生 有律师 还有被中共评比认为的无好宗教人士 甚至还有上了年纪已退休的老人 把这些人关进集中营 这还是职业技术培训吗 既然是学校 培训中心 为什么要使这些人与外界隔绝 说明维吾尔人权法案 不仅达到了伸张正义 而且有它的现实意义与作用 先将维吾尔地区的再教育营问题 是否如北京所言属中国内障 根据联合国人权宪章 所有人都享有尊严与平等的权利 这是世界自由 正义与和平的基础 且不得以某人所属的国家 或领土的政治行政等不同 而有所区别 无论是独立领土 托管领土 非自治领土 或者处于其他任何主权 受限制的情况之下 我理解的是 属于政府层面上的政策 管理与条例等 违反人权宪章 侵犯人权罪 国际社会就必须站出来自治 而且根据各国的执行能力 制定相应的法案 合情合理 另外一方面呢 像德国联邦议员 外交委员会主席 李特登表示 欧洲必须坚持自由民主等价值观 欧盟不能仅表达对中国的担忧与顾虑 还应将自身分量作为杠杆 去制衡中国 民主国家的治国理念 是以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观作为基础 我们知道联合国设置了人权委员会 欧盟议会 民主国家的议会等 均相应设置了人权委员会 或者人权专员 讨论解决 一处于的就是 我们这个地球村 发生的所有侵犯人权的公案 可以说 人权是无疆界的 新疆维吾尔地区的再教育营 近古剥夺了维吾尔人的自由 所有这些 都是严重侵犯了维吾尔民主的人权 鉴于中国政府 对人权的无私于蔑视 甚至发展到蛮横的迫害行为 玷污了人类的良心 国际社会发生干涉 也因此制定了 针对相关政府的机构 或者相关官员的惩戒与惩罚法律 使人权受到法治的普遍保护 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您如何评判中国政府推行的少数民族政策 我不是从事民族政策研究工作的 只能从直观 现实中提出自己的想法与观点 第一 从结果与效应来说 中国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 长期遭遇到维吾尔族西藏南蒙古等民族的反对 乌鲁木齐发生的武器事件 拉萨发生的三一四事件等 都说明了中国民族政策的失败 二 假如从传统文化 宗教文化来看 中国政府长期推行汉化政策 阻止以杜绝更民族的文化教育 限制以约缩伊斯兰宗教 与藏传福教的活动 都是违背了民族文化与宗教的传承与保护 第三 从自治政治体制来看 必须名副其实 有维族人治疆 藏人治藏 蒙古人治蒙等 并以民族文化 宗教文化 民封民俗 民情等为基础 制定自立与管理制度 及规划建设与发展计划 而现实中 却图有虚名 根本没有体现 自治精神与政策 第四 从现实治理中 动作以反恐措施为之 比如针对上百万人进行再教育营 完全是中共政府实行强迫的敌对专政手段 我本人同情于支持维吾尔民族 西藏民族 南蒙古民族的自由独立运动 我们是长期合作的朋友与同仁 哪里有压迫 有侵犯人权 哪里就有反抗 这是天经地义的正义行动 有观点 将维吾尔族人的忧虑 与港人目前的困扰相提并论 您如何看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维吾尔民族的忧虑 也是香港人的困扰 关于这个话题呢 我有采访过香港前开放杂志组编 才有没大见 我可以概括的表述 第一个呢 维吾尔民族与香港人存在共同的忧虑与困扰 即自治危机 因为主期回归以后 港人欢天喜地庆祝 回归中国 北京政府承诺一锅两制 港人治港 50年不变的政策 实际上也是自治 跟维吾尔人自治区完全是一样的 一直以来 港人对西藏新疆问题是淡漠的 无感觉的 2003年呢 香港经济持续低迷 SARS疫症爆发 特别是基本法 第23条立法违背民意 港人这才意识到 高度自治的港人治港将不保 会得而复始 这才想起了西藏17条协议的 全德之鉴 近年来 香港人在维权的抗争中 猛醒过来 原来香港人与西藏 新疆是同兵相连 这才开始关注起西藏问题 新疆问题 因为他们具有相同的命令 维吾尔民主的问题 中国政府同样设立了自治区 是图有虚名的制度 维吾尔民主有自己的文化与宗教 北京政府推行以实施 强行的同化政策 设立大批的再教育营 按照市委会提供的资料 就是以反恐为目的 把维吾尔人关进营地 进行强迫的政治与文化的洗脑 第二点呢 维吾尔民主与香港人 同样遭遇中共政府的强制镇压 中共政府针对维吾尔民主 及针对香港自治打压的手段 是一样的 中共把人民抗争 定行为恐怖主义 然而以反恐的名义 民政延续地实行武装镇压 在2019年反胜中运动中 数以百万的香港市民 走上街头举行四位抗议活动 足足坚持了半年之久 深得国际民主力量的支持 现如今中国政府 却以香港国安法 碾压迫害镇压 港人的维权运动 2009年的乌鲁木齐爆发的 维吾尔人民反抗运动 也同样遭遇中国政府的镇压 即所谓的弃武事件 自习近平执政后 对新疆维吾尔的人权打压 更加残酷 采用了现代文明 不能容忍的极端手段 仿效纳粹集中营 进行全面控制与洗脑 打压他们的宗教自由 总而言之 香港人与维吾尔民主的命运 是修期相关的 都是受政治迫害者 受极权统治的压迫者 维吾尔人与香港人 应该互相声援 互相支持 互相合作 随着中国政策的不断收紧 维族人惊慌的维权行动 面临怎样的挑战 在中国国内举行抗争活动 我们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人 不敢光业 我只能说说 在海外应该做些什么 新军有个新情况 疫情以来 中国政府继续推行 蛮横迫害维吾尔民族 制定香港国安法 脅迫香港的维权运动 及不断地对台武力威胁 等政策及措施 民主国家的媒体 针对中国的强势外交 非常不满 美国带头制定 整届中国政府的 一个个法案 为国际社会树立了 依法惩罚 北京政府的新模式 立法案 按照惯例 欧洲民主国家 早晚也会跟进 形成国际正义力量的 共同声音与警讯 新进 欧洲各国 包括欧洲议会议员 联合组成了 对华政策 跨国议会联盟 有美国 欧盟 德国 加拿大 日本等各国议员家们 未来会逐渐对抗 中国政府的霸凌行为 并拿出具体的 对应措施 我觉得 这是一个有效反制 中国政策 措施与群体平台 这也是对 维吾尔人民来说 对台湾人民来说 对香港人民来说 对中国民主人士来说 是最好的样板与警示 大家应该团结起来 同心合理 多多举办项目合作 面对与反抗 中国政府的 独裁霸权统治 相信 邪不押正 人类和平的正义力量 最终会彻底打倒 中国独裁专制政权 这一天一定会到来 谢谢永中先生 各位听众 以上是本台的 公民论坛专栏节目 由刘芳采播 感谢收听 选择在纪念前总统福特的博物馆 发表针对中国的演说 巴尔有备而来 带着讲稿站上舞台 在将近一个钟头的演说里 他细数中共如何 借由掠夺性的经济政策 与不公平的市场准入障碍 从美国制造业技术 好莱坞影视业 教育到美国科技业的偷拐 抢骗美国知识产权与研发成果 也把矛头指向美国企业 向中共磕头 是协助输出中共意识形态的帮凶 巴尔特别点名苹果公司 还举例指出 当美国逮到盖达组织的恐怖分子 要求苹果协助解密 这些犯罪者的手机内部资讯 苹果拒绝配合 当香港追求自由民主的民众 走上街头游行 苹果却配合中共 将分享及时 警力分布资讯的软件下架 他批评 苹果公司的做法双重标准 借此提醒美国企业 不要忘记 美国是法治社会 还小秀中文指出 美国可不是中国共产党那套 有关系就没关系的人质体系 美国企业大老板们可能不觉得自己是中共的说客 举例来说 也许你们会认为 要在中国发展就是得靠关系才能复会 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做生意的必备之道 但是你们要有警惕 身为一个外国企业 这种做法已经涉及了美国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 他表示 虽然美国企业与大学机构可能视自己为全球公民或是跨国企业 而非美国的机构 但不要忘了 正是因为美国自由发展的企业制度与经济 公平的法治与安全 这些机构才能成功 巴尔在他的开场白中还提到 福特1975年访问中国 和当时年事已高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会面 他说 无法想象近半个世纪后 中国成为了美国最大威胁 但新冠肺炎疫情 让世界重新省思 过度依赖中国有多危险 而习近平的作为是转折点 美国社会必须醒一醒 东西小平当年讲高光养晦是为争取时间发展经济改革 现在中国经济已经占世界生产总额两成了 而习近平的极权程度是毛泽东以来所未见的 他公开谈论中国要建立比资本主义更优秀的社会主义 要以中国方案取代美国梦 中国不假装韬光养晦了 习近平认为中国的时代已经到来 巴尔是继白宫国安顾问奥布莱恩 联邦调查局长雷一后 近期又一位美国高官对中国亮剑 巴尔在会中则自嘲 他不怕成为被北京厌恶的美国官员 还预告蓬佩奥接下来也有声讨中国的演讲 美国敲打中共的大棒 一棒接一棒 这也凸显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20年大选年打中国牌 会是多管齐下 而美中关系全面性的敌对 已经有媒体形容会是蹦极跳的失速下滑 巴尔说中国正进行一场经济突袭战 这是整个中国政府精心设计的侵略性作为 他形容巨龙已经觉醒 呼吁美国社会应该要思考 未来想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若想保有美国现在的生活方式与制度 就必须重新评估与中国的关系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郑重生 华盛顿报道 不久前被美国列入重点关注名单的TikTok 似乎正面临着一场生存危机 美国纽约时报7月16日报道 TikTok目前聘请了一个由至少35名游说人士组成的团队 在过去的三个月里 代表这家社交媒体公司的游说者 与美国国会的工作人员和议员举行了至少50次会议 强调TikTok不在中国运营 企业高层大部分是美国公民单单 试图让这些隶属商务司法和情报等委员会的成员 相信TikTok效忠美国而不是中国 报道提到 北京字节跳动公司 今年前三个月里花费在游说工作上的数额达30万美元 相当于去年两个季度的费用 虽然TikTok的游说实力不如美国亚马逊 脸书和谷歌等科技巨头 但该公司正以惊人的速度部署一支游说大军为其辩护 美国南卡大学商务教授谢田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说 TikTok采取这番大动作背后的原因 就是不想失去美国巨大的市场和技术来源 因此愿意使用商业软性的方式进行游说 美国它这个不光是这个技术上的全世界 它有个意识形态就是说大众文化都在领先世界 所以它肯定是不想失去美国社长 它确实是从运作到展示 你说西化也好或者就是说美国公司化也好 尽量撇清跟中共整合关系 面对美国有关TikTok搜集用户通信内容和敏感个人信息 并且受中国法律约束的担忧 字节跳动强调用户数据 储存在美国维州 另外新加坡有备份 同时否认把数据共享给中国政府 表示TikTok无法在中国使用 也不会成为官方坚持的目标 然而TikTok似乎始终无法消除美国所关注的信息安全疑虑 纽约时报的报道引述 美国国会共和党籍议员卢比奥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表示 北京字节跳动在与卢比奥办公室代表的会议上 对如何控制和审查用户内容方面提供的信息不足 数据存储位置的问题上也出现矛盾 先天告诉记者 北京字节跳动无法和中国政府切割的同时 旗下的TikTok也无法摆脱中国的影响 我们可以肯定地想就是说 特定公司里面它完全是中国掌控 因为中共的控制 下跌的市场优惠才能发展到今天 它和中共就是一种共生共荣的光 据了解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已经启动了对北京字节跳动公司 2018年收购美国公司Musically的国家安全审查 研究合并是否会让中国政府获取大量美国数据 包括可用于训练面部识别软件的视频 另外 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 对TikTok这样的中国社交媒体采取行动 美国纽约美中科技文化交流协会会长谢家业也表示 没有人会相信TikTok可以完全和中国脱钩 在中国的体制下 企业无法与政府没有联系 不过他不认为美国会全面封杀TikTok 首先你政治上面你会受损 从这个自由的角度来说 人家不自由你也去觉得人家不自由 这个不好 第二个 从经济上面来说 美国也是有一定的收入的 你这么一弄的话这么多人不能够用了 这个对自己的人民也是一个很大的随害 从技术上面来讲 要做到这个也是比较困难 美国政府摆出这个姿态以后 他会进一步的征询专家的意见 谢家业补充说 保护信息有很多种方式 没有必要完全禁止TikTok 他建议多参考采用目前的网络安全技术措施 限制美国政府官员和敏感部门使用TikTok 至于RG电台记者韩杰 华盛顿采访报道 随着中美贸易将开打和新冠疫情的蔓延 到英国政府正式宣布封杀华为 中国政府和西方国家的关系每况愈下 再加上中共长期以来打压威吾尔族及藏族人权 以及香港国安法的实施 中共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 对于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逐渐加深的鸿沟 英国议员直言 发展新冷战对目前局势来说毫无帮助 英国上议院议员肯尼迪 在773的网络研讨会上表示 如果要与中国进行贸易 双方必须要有高度的信任 也必须具备一定的先决条件 他举例 中国的人权和法治都令人担忧 彼此需要有更深度的讨论 对于西方和中国逐渐形成的冷战局面 肯尼迪指出 这根本无济于事 我真的觉得那不是一条值得发展的路 我们需要集思广益 看看如何建立更好的关系 对此 沃泰华大学国际事务教授帕里斯表示赞同 他进一步指出各国应通过合作方式 团结一致解决问题 譬如共同制定标准 对中国的资安盗窃疑虑 或是敏感的海外投资进行审查 统一这些基本政策 也是一项重大成就 因为这将是往后发展的基础 中国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制造业 欧盟委员会贸易司司长普拉特指出 欧盟与中国的关系变化 说明与中国的往来是必须的 但双方并不具备相同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 他进一步指出 为了使我们的关系更进一步发展 双方必须以相互对等规则为基础 以实现真正的公平竞争 普拉特认为 中国是国际一系列重要议题的关键伙伴 譬如面对气候变迁 新冠肺炎 谁需要与中国合作 共同努力解决所有问题 普拉特还表示 除此之外 尤其是由经济的角度 国际上需要的是一种平衡与互惠的关系 以及更好的竞争环境 以确保中国以和平的方式与其他国家竞争 这场由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的网络研讨会 除了探讨国际间与中国的商业合作之外 也提到中国对香港人和维吾尔族的压迫 肯尼迪直言 各国对中国寄出的制裁措施 会给香港的金融和经济带来风险 他认为 西方国家需要表明基本底线和原则 而中国也因放宽在法制和人权的严苛控制 肯尼迪他是今年6月4日成立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共同主席 此联盟由多个民主国家及欧洲议会成员组成 以共同协调应对中国共产制度下产生的人权等等问题 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日前呼吁成员国撤销对香港的引渡条款 以保护港人免于中国当局的法律制裁 以及呼吁成员国合法签证给予港人庇护 并以要求联合国对中国强制西藏维吾尔人节育的行为展开调查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陈平杰 华盛顿报道